如果你發布成功之後 你馬上看到了在這邊 有沒有也有QR Code 對不對 那你可以直接連到這個網址 或查看這個 他就到這個網址去看他 甚至如果你要把它加入到我們一般的什麼 比如說你的簡報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放在OneNote裡面嗎 這樣就不用單獨連過去 那他也有所謂的Inband這個語法 如果你有學過網頁 可能這個語法就看過了 這個是不管你在部落格上也好 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用這個語法把它砍到裡面去 那我現在呢 我已經登錄了我的管理的後台 在這裡我重新整理一下 就會看到剛剛那一個 好有沒有看到已經在這裡了 是不是就看到了 那麼你進來呢 如果你想要從雲端上 比如說我就不要啦 或者我要做一些修正 剛剛那些內容要修正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它可以重新發佈一次 有沒有一個叫重新輸出 對不對 你看一下我把假設先關掉 我再輸出一次 好選了這個之後 如果你今天 不是要發佈一個新的 而是要蓋掉原本的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替換 你就把它勾起來 它就請你 你自己選你要替換哪一個 這樣了解 好 那麼如果你想要到雲端上來刪除 也可以 我登錄了它的介面之後呢 你看左手邊這邊 左手邊 這裡 有沒有叫做 my presentation Default 它可以用資料夾去做歸納 資料夾去歸納 那預設就是一個Default而已 好進到這邊之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裡看 有沒有看到這裡就 要不要刪除 對不對 甚至你要複製一份 這裡也有一個 也可以複製一份 或者你 糟糕我原始當怎麼樣 不見了 可以下載下來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還是萬一 放在家裡 你還得騎摩托車衝回家 老師等多少 20分鐘我再回來 不用嘛 還是可以從上面下載下來 這樣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在雲端上 你可以 像這個方式去做處理 比如說我們點一下 有沒有 它就問你 你是要 PPT的版本 你是要這個版本 OK 所以 你了解一下 我們在雲端 還可以做到這樣 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曾經用過Preddy的話 這個地方它就比它靈活 就比它靈活 不見的 不像Preddy它比較 就是很多功能都所在 就是付費那一端 付費那一端不讓你用 這個是我們針對雲端的部分 再跟各位做個